看完電影 劈頭的第一句 我真的不太會欣賞這部電影 一直看這部電影 一直覺得自己處於一個很亂的狀態 不知道導演是否就是故意想要觀眾 即是我 處於一個非常混沌的狀態 有故事 角色 甚至當中的寓意 都已經非常離散 到底是我已經失去了青春 還是個人已經失去了耐性 不知道從何時開始 對著這些扭扭令令 舉旗不定的角色 已經開始覺得凡躁不安 一時一樣 我不是覺得是不道德 是我不理解 那你說 嘩 三個主角看太太優美 那我就是純純正正看他打網球不行嗎? 哈哈哈 傻仔 勸你回去看網球王子 算了 小朋友 為什麼呢? 片頭回來繼續說 大家好 我是靈一 這是一個專門評論歌影視的頻道 我們頻道會定期推出推介劇集或電影的影片 如果有興趣接觸相關資訊的你 歡迎你訂閱我們 加入我們支持一下 我們有開IG 有開Friends 除了會在上面分享關於電影的資訊之外 我們還可能會舉辦一些投票活動 作為我們的特別節目 或者會影響我們出片 如果你有興趣參加的話 那就快點跟我們追蹤吧 今天要講的電影就是挑戰者 Challenges 我宣傳說這套就是Sandia從影以來最大膽、最大尺度的演出 Tom Holland也不用太生氣 所謂的大尺度 其實就是頂多穿著件帶衣服、衣服、樣樣樣樣 反而男演員們的露出度更多 這裡又講網球又講很複雜的幾何男女關係 但有沒有看到人血脈擴張呢? 是有一點點的 我回憶起我小時候看一把VCD的時候 血脈擴張的感覺 那什麼擴張就涉及劇透了 如果你介意 見到你看完電影 就回來聽我們怎樣說 如果你看完又覺得不介意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了 巡禮 又要講講故事大幹線 話說兩個男主角 金毛和黑毛他們自小是好兄弟 一起讀技術學校 一起打網球 有一天他們兩個一起看上一個女生 那個女生就是網球界的明日之星 總之就是有一輪搞這搞路之後 女主角就跟金毛結了婚 殺了女兒 但在這個時候 舊情敵黑毛又再出現 三個人的關係立即緊張起來 而且黑毛還要是今次金毛的決賽對手 身仇舊幸決定一日清 他們三個人的結局到底會是怎樣呢? 留給你自己看吧 說回為什麼覺得像翻版VCD 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沒有這樣的經驗 買了翻版跌回來 對於那部機器那裡一開始看 相安無事 過了一會兒 啪啪啪開始來了 一下子閃發回 不知道飛去哪裡 然後再閃閃閃閃 然後又閃到前面那裡 看了一會兒 又閃到後面那裡 你完全不知道自己看了什麼 然後又逐漸開始忘記了你原本看了什麼 然後這個意大利導演 就把我這種感覺發揮到淋漓盡視 因為坦白說現在時間線 其實只有一樣東西 就是黑毛男主角和金毛男主角的一場決戰 有玩過網球 有看過網球的你 都可能知道打一場網球 是一件很久的事 你贏了那一局 還要贏了那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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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總局數 然後我已經數不清 他把這段比賽斬開了幾個個 而當中他就不斷插入flashback 有時跳了12年前 有時跳了8年前 有時幾個月 有時幾個星期 閃來閃去 我覺得大意就是他想不斷用之前發生的事 角色的反應 遭遇 好像雪球 不斷滾 不斷滾 然後不斷令你覺得 現在發生的事 以及當下角色的反應 變得合理 而我覺得整件事沒有幫助到不得 反而還令整件事很不流暢 很不暢快 你嘗嘗嘗嘗 嘗嘗嘗嘗 嘗嘗嘗 大概就是這個感覺 就當你終於等到 手都暈開了 打到最後一球 很緊湊 球來球王 跳起要球散 我要把你打至粉碎 都已經完了 聰明如你應該明白 其實網球在電影裡 只是一個象徵意義 是一種社交 是一種關係 是一種揮灑血汗的一個活動 主要要說的 都是三個不知道自己想怎樣的人 一個老婆說是就是的人 一個有天分又不給心機的人 一個只喜歡贏 不知道自己喜歡誰的人 你看到女主角不斷 就算在兩兄弟之間 有空又喜歡你 有空又疼你 有空又抱抱她 到底我因為兩個男主角都覺得不帥 還是我又覺得女主角不夠美女 我完全不明白她們在俘虜什麼 我不是有什麼道德潔癖 即是不會說 喂你不是有夫之婦 還在那裡勾三答死 但問題是 我看不到為什麼你要這樣做 女主角一直都覺得自己是一個勝利者 直至她自己斷了十字印帶 就繼續無緣打網球 結果機緣巧合成為了金毛的男主角 發現控制她去拿冠軍好像更過癮 直到老公坦白跟她說想退役了 累了 不想繼續打網球 她又開始心慌意亂 那是不是真的說其實她不喜歡金毛 就是想找一個人 令她可以在球壇上拿到成就 黑毛無論如何都不會是她的選擇 表現飄忽排名又低 最後一球是不是就是一切東西的解答 將兩兄弟打到難分難解 但是球來球往現場的觀眾都看到異常的興奮 最後一刻 金毛跳上來扣殺打走球之後 金毛和黑毛就相擁 女主角在大叫 就算你不懂網球 你都應該會看到 其實球是沒有過網 即是金毛跳過網 再扣殺了球 然後等她落地的時候 可以跟黑毛相擁 即是不用想 其實金毛輸了 因為她犯規 現場觀眾看著人家這麼明顯犯規 為何這麼激動的興奮 我不管了 兩兄弟相擁而笑 我相信的意義就是失而復得 但到底是什麼失而復得呢 是她們對網球的熱情 兩兄弟的感情 還是她們從來未敢啟齒她們之間的愛情 或者再拆細一點 到底金毛在笑什麼 她一直被老婆控制 逼她打球 逼她贏 甚至懷疑自己如果輸了 不打球 老婆便會離開她 所以她這麼明顯的撻Q行為 就是跟這些一切的家嫂說 拜拜 所以就如色寵符地笑 那麼坑波呢 替她兄弟高興 替她因為贏了比賽 今晚餐飯和住宿都有帳戳而高興 還是覺得自己贏了又可以抱得美人歸呢 但也不及女主角大叫這個令人廢解 因為其實他們三個都沒有說到 他們真的很熱過去打網球 更加大部分的時間 是他們說他們只懂得打網球 只懂得用這種技術去賺錢 所以最後她在喊什麼呢 我是不知道的 但如果你說我比較好色 那有沒有東西看呢 除了一開始 他們三個人在床上護嘴 即是好像超超超超超超喜歡 你的100個女朋友 他們在天台上 三個可以召喚外星人 一樣護嘴的畫面以外 其實沒什麼很激烈的畫面 其餘可能是他們脫了少少衣服 走來走去 我一開始離身了 其實我真的不一般的女主角 所以我更加沒有感覺 反而我覺得 導演投放更多的是 兩個男主角之間 盧斯萊斯那種 似有橫無的感情 一人又在驚念護嘴 一人又咬喊你 咬喊他 雖然他們兩個一直極力否認 但女主角覺得有 而我都覺得有 所以你聽完 打網球是不是真的不重要 其實打火鍋都可以 反正會流大汗 你又可以選擇他的筷子 他又可以選擇你的筷子 你可以餵他吃雞子 他又可以吃你的雞子 我在旁邊的桌子 我一樣都會歡呼 跟我一樣 食法這麼八卦的你 歡迎CLS comment like 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記得做完以上三件事 讓你可以專心吃飯 我是Superfans 我今天不斷支持一下我們這個頻道仔 我是01 希望下次再見到你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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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